來 跟他自我介紹一下 嗨 你好 我叫阿勳 身高180公分 體重63公斤 姿勢還是學生 摩羯座O型 我的興趣是打籃球跟你一樣 而且我可以教你跨下運球 太帥了 可以秀一下嗎 OK 可以這樣... 在這個位置就好 重型對不對 對... 對... 帥喔...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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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帥喔 好帥喔 來...秀到位置上 好 讚 但是呢 最重要的還是要看看 正面想知道什麼 知道什麼呢 來 請揭曉 你有在你兄弟們面前 做什麼會讓你最覺得沒面子 有幾項比較嚴重 像我覺得罵髒話或是 翹腳或抖腳 我覺得這滿嚴重 我覺得滿沒面子 就覺得女生這樣子 沒氣質對不對 對啊 我就喜歡比較有 有氣質的女生 文文靜靜的 可是如果做這些動作 就好像感覺是 你是出來混的嗎 不是會這樣 翹這樣子抖腳的 但是就是你會翹腳 對 我會翹腳 然後有時候 因為比較舒服嘛 所以坐的時候 腿就開一點這樣 他應該是屬於比較隨性那種 不是多會讓男生沒面子 而且他又彈鋼琴 應該不會到沒有氣質啦 他只是比較真 他比較真 帥真一點這樣子 好 下一位 麻煩請跨蝦韻群 好 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 你好 我叫凱文 身高185公分 體重77公斤 今年剛從台大畢業 24歲 射手座B型 然後我之前自己也是學古典樂的 我自己主要是在練鋼琴跟場地 所以或許有機會可以交流一下 謝謝 OK 來看看那個正妹想知道什麼 請請揭曉 參加你朋友們的聚會 你希望我怎麼打扮 其實朋友聚會 因為跟朋友在一起 所以通常都比較輕鬆休閒一點 所以其實不用什麼刻意去做什麼 像小禮服什麼那種打扮 單純牛仔褲T恤或是一點 什麼一些小小的 輕鬆休閒就好了 你會介意女朋友一定要化妝嗎 不用每次出門隨時都要化妝 但是就是像某些比較 隆重一點或比較妝重一點的場合 多少還是 對嗎 要打扮一下 這也是一種禮貌 在對著場合穿對著衣服 OK 都認識了男生了 接下來要進入我們第三回合 喜歡你 請選擇 妳的第一位是 阿姨 阿姨 我剛剛以為她在叫阿姨咧 阿姨 是阿姨 第二位是 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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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敵的歌聲讓人家比較深刻 真的不錯 第三位是 凱文 凱文 好啦 女生非常帥真 但是呢 感覺妳化比較少一點 比較害羞一點 所以妳應該要讓男生更了解妳 有什麼原因可以為了妳舉手 請自我推薦 雖然我化少一點 但是我可以陪妳出去逛一些戶外活動 然後也可以就是坐在家裡 跟妳一起看影片或是幹什麼 對 幹什麼 幹什麼 好 我們就不細問 OK 對 對 那 請繼續 所以希望妳們能夠為妳舉手 所以希望妳們能夠為我舉手 OK 好 好可愛喔 妳就知道我們可以幹什麼了 好 OK 妳還要這樣停 OK 接下來 阿一 吳迪 凱文 我們三位願意對女生告白嗎 請舉手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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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你想問誰 Oh my God Woodie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先打個籃球 然後跟唱個歌會比較好 OK 好 先從一般朋友 對 球友開始投資 OK 好... 那凱文 我覺得就目前比較還沒有感覺 OK 好吧 沒關係啦 女生真的是比較害羞一點 對 但是沒有關係 我相信那個電視機前觀眾朋友 有興趣的男生應該有看到妳可愛的地方 對 所以呢 請妳發表一下妳的感言 對啊 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我也覺得就是 找男朋友也很需要緣分 所以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也沒有關係 對 不會啦 我跟你走在路上應該就有男生 開始要跟你打招呼了 我覺得 真的 好吧 現在優點都讓大家知道了 OK 好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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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了... 好可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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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需要一些緣分的 就加上我的個性有點男孩子氣 所以他們可能剛好不喜歡 我相信一定有其他地方 可以讓我找到屬於自己的緣分 謝謝大家 OK 好的 馬上來看看我們正妹檔案 來 GO 哈囉 我是吳秉如 是一個剛從進一大學化妝品科學系 畢業的社會新鮮人 而我最喜歡的事情就是 做創意彩妝 看到這些照片應該不難聯想 我就是一個喜歡刺激大膽的女孩 遊樂園裡每個設施 幾乎沒有我不敢玩的 但一談起戀愛 卻又變得溫柔膽小 最期待的事情超平凡 就是等待男友來接我 感受那種被照顧 呵護的感覺 這樣的瞬間 總是讓我臉紅心跳 所以我說 女生要的真的很簡單 對不對 騎機車也可以 對啊 他最想要 最期待的事情很頻繁 就是等他來接我的那一刻 對 然後為你戴上安全帽 所以男生也就是 只要這種簡單的事情記得就好 體貼 用心 體貼 但要細心 因為幫人家控著扣子的時候 有可能下巴的肉會夾到 歡迎女生出場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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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活潑好可愛喔 你好可愛喔 剛剛Kent就說你很像迪士尼裡面的一個人物 對啊 他就覺得什麼花仙子什麼很可愛 我說彼得潘旁邊的小精靈啦 對 就是那種臉小小的很可愛 很嬌小很活潑的感覺 走路還用跳的那種感覺 感覺你好像快起飛了 好厲害喔 對啊 旁邊都有一些亮晶晶的你知道 一些東西 魔法 好啦 讓大家好好認識這個女生 請自我介紹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吳秉如 今年剛從大學畢業 然後我還在找工作 然後我是處女做A型 但是我很好相處 很隨和 好可愛 我喜歡眼睛大大的男生 希望今天可以找到我的Mr.Right OK 大眼睛的男生 大眼 那就立馬來看一下好不好 對啊 每一個男生 你可能是有 阿姨咧 睜開 鎔鎔有聲 彌如心裡想說 夭壽怎麼會 怎麼會是這一題 好 彌如 親力囉 預備 睜開 鎔鎔請睜開好嗎 對 他有真的啦 有真的 OK 海文 睜開 你在看哪裡 找不到東西 其實男生都很老實耶 有沒有剛剛看到被電到的感覺 有沒有 有 應該有一兩個吧 好 馬上來進入我們第一回合 看到你 請選擇 來第一位是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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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電 因為你不是阿姨 你幹嘛比二 來第二位是 陸克 陸克 二 陸克來拍 第三位是 第三位 韋晨 韋晨 OK 戴眼睛 真的有戴眼睛 第四位是 明如 明如 小眼睛也很天啊 他剛剛真的很用力 妳被他的盡力給感動 對 第五位是 阿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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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位是 凱文 凱文 你今天準備打喔 對啊 OK 好啦 那就恭喜這六位男生 進入第二階段 OK 第二回合 認識你 男生們準備好接招了嗎 告訴他 自我介紹 你好 我是阿姨 今年二十四歲 身高一百八十二公分 體重六十三公斤 先接坐O型 那現在在台中科博館上班 那我平常喜歡旅遊 那最喜歡去的國家是日本 那我自己本身也會講日文 所以我幾乎每年都會去 我精通日本 那希望能夠找到一個 一樣是喜歡旅行的女孩 讓我可以當她的向導 都懂 日文也懂喔 對 那你點菜就是 老闆白飯一碗 那個都看得懂 厲害耶 這樣住去玩就有一個依靠了 我喜歡...我喜歡你 想要跟你做朋友 日文怎麼講 好厲害耶 所以阿姨你有學過喔 有 OK 但是有這些東西 不見得過得了 你前面那一關 對 因為正沒想知道 請揭曉 你去遊樂園都會玩哪一類型的 設施 遊樂園 設施 我去鬼屋是必玩的 我喜歡玩鬼屋 那我也喜歡看鬼片 那這方面我比較不會怕 那我喜歡牽著女朋友的手 一起玩鬼屋 OK 保護女生 對... 那除了鬼屋之外呢 還有什麼可以玩 對 一定要玩 刺激的我比較喜歡 像雲霄飛車啊那些 比較動感 跟我一樣 跟你一樣 那你敢做摩天輪嗎 敢啊 好 從上面看 你為什麼這樣問 因為我不敢 他很妙對不對 他什麼都敢玩 他連那種從上面這樣 然後咻溜溜出來的 他都敢玩 他不敢做摩天輪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覺得摩天輪是這樣子 慢慢這樣轉一圈 就感覺像是在讓我 就是有一種折磨的感覺 讓妳在高空中太久 對 所以高空彈掉彈弄妳也OK 可以 妳敢玩嗎 我敢... 喜歡...喜歡玩 YES 那妳有玩過嗎 有...去一定必玩 好 下一位請自我介紹 你好 你好 我叫陸可 身高170公分 鞋墊3公分 墊長3公分 所以加起來總共是176公分 那我體重是63公斤 那目前就讀於那個朝陽科技大學 所以還是學生 對 那經濟上可能有限 所以要找一個 可以跟我共度過渡時期的女朋友 等我畢業當完兵 你不要兵變的話 我養你一輩子 好可愛 加分喔 陸可 你的自我介紹好加分喔 他居然可以把自己所有的 他認為可能是 女生可能會嫌他的地方 都很坦白 很大方 你看 170公分 鞋墊3公分 頭髮再抓高3公分 所以一共是176公分 我剛好喜歡176公分 那才剛好 你怎麼那麼可愛啊 體貼... 所以你可能隨時隨地 都要把他把他抓高 一起穿半公分的鞋子 對啊 OK 很可愛 好啦 先來看看 正妹想知道什麼 請揭曉 我很注重手部的清潔 你可以給我看你的指甲嗎 好 天啊 最近不要忙沒有見識 你去看... 你的指甲真的滿... 滿有一點長度的 那你看一下阿一的 你看一下阿一的 看一下阿一的 好 來 全部都伸出來檢查 檢查 好像小學生喔 有沒有 好像幼稚園老師喔 幼稚園老師 他好可愛喔 他不能吃甜點啦 怎麼樣 陸客 你有什麼話要說嗎 我想剪指甲 我們現在去弄一把指甲剪來 你會願意剪嗎 可以嗎 可以嗎 有感覺到陸客的誠意了啦 好不好 沒關係 對 陸客剛剛你去檢查了 他OK嗎 其實可以耶 可以喔 然後我不喜歡男生留那種 不是有些男生喜歡留手... 那個小指甲的那種 不會啦 他沒有 他還OK 來 那陸客你就好好的剪指甲 對 太好笑在節目上剪指甲 我們滿足你的願望嘛 對不對 可是我左手不會剪右手 我只會右手剪多 幫剪 那你先剪左手啊 你要求那麼多 難道還要我幫你剪嗎 怎麼這麼... 好 你先慢慢剪 我們看下一位 好不好 下一位 來 請自我介紹 可不可以小聲一點 很大聲 太好笑 太可愛了 陸客好乖喔 好啦 陸客你等一下再剪 因為啊 我怕你剪太快 等一下手受傷了 對...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陸客的誠意 但是韋城 該你囉 請自我介紹 哈囉 我是韋城 我最近剛從 健行科技大學畢業 然後我現在在等檳南來 那我以前是做廚師的 所以我算是滿會做菜 希望有機會可以幫你做 愛情麵當 溫暖你的心 愛情麵當 這應該對女生很加分 真的 因為就是 我媽媽也不會做菜 在節目上 洗媽媽 洗媽媽的底 也不用這樣吧 對啊 所以平常都吃外面的 不太健康 是喔 所以 你在節目上 後悔你媽媽 沒事 媽媽 沒關係... 媽媽很愛你的 她可以用別人的方式愛你 不一定要煮飯對不對 對... 正妹想知道 請揭曉 你第一次到我家做客的話 你會帶什麼伴手禮 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是 我可能要想一下 好 他剛剛提到了一個重點 他說他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對 為什麼Ken哥你跟他講一下 因為他這一輩子 還沒有把他的心獻給 任何一個女生過 他還沒有交過女朋友啦 對 那你告訴他 如果你今天他到你家要做客 你應該要怎麼提醒他 要準備什麼 你可以問我 對 真的就是這樣 我覺得都有啦 其實對他而言是一個經驗 對不對 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更了解 女生心裡想什麼 OK 我想問你跟你家 就是父母的關係都很好嗎 跟我媽媽的關係比較好 可能是因為我媽媽從小比較 崇愛我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 現在自己是住外面 但是還是常常會跟媽媽見面 出去吃個飯 那跟爸爸的關係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好 但是我覺得 隨著時間的過去 我相信我會變得更成熟 那我覺得會 可以比較體諒爸爸 以前辛苦的時候 天要哭了 你天天要哭了 因為他剛剛講話的時候 因為他可以不用講這些的 他可以很觀美通話 把這個 對 把一些事情帶過 你有沒有被他的誠懇感動 他很誠懇 對不對 而且他非常的老實 他真的是一張白紙耶 真的 可愛 好啦 其他人都黑掉了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好不好 不錯 加油 關係一定會變好的 好 明如 請自我介紹 正妹 你好 我是明如 然後 我身高173公分 體重67公斤 然後現在是就是 瑜伽老師 然後我也是實習醫師 所以我看到你的影片那個 有去那個泰國叫溜索的 然後還有一些海裡世界的照片 就是希望 就是有機會可以一起去 從事那些 就是很 就是很特別又刺激的運動 一樣的興趣 有沒有加分 有 好 但是還是要先問問他問題 雖然眼睛不太大 好 來 正妹想知道 請揭曉 來 來 你最髒的一個生活習慣是什麼 基本上我有潔癖耶 所以我不太讓自己到髒的地步 那你平常就是 會洗完澡才上床睡覺 一定 對 就是我回家好了 就是外面的衣服 絕對不能碰到我的床 可是漸漸的還是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樣有點強迫症 女生問這個問題應該是很介意對不對 對 因為我也是 就是不洗澡不上床的那種 對 所以你會希望另外一班 跟你一樣有這樣的習慣 對 OK 挺加分 這麼不分還滿合的啊 好 憲哥麻煩你了 來 下一位阿群 來 請自我介紹 嗨 你好 我叫阿群 我身高一百八十公分 體重六十三公斤 我會做A型 我平常都在上班 比較少時間出去玩 可是一旦出去玩的話 像你說約兒童樂園那種 我都會 一旦出去玩就玩得很瘋 我什麼也都敢玩 好 來看看女生想知道什麼 真沒想知道 請揭曉